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介绍之前 首先我要给大家声明的一点是 九门提督是清朝设立的官制 康熙能够降服敖 九门提督功不可没 但是在一些电视剧 电影中 九门提督出现在了其他朝代 小编只能说 导演你又任性了 问题一 九门提督的由来 九门提督是清朝康熙十三年 1674年所设立留守京城的武官 九门提督的全称是提督九门部军寻部武营统领 九门提督是其简称 还有一个简称是部军统领 问题二 九门提督的职责 所谓九门提督的九门 就是指今天北京的东直门 朝阳门 西直门 高城门 德胜门 安定门 崇门门 正阳门和宣武门这九门 九门提督的职责 就是负责这九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 还有一些职责就是负责寻业 救火 鞭插保甲 禁令 击补等等 简而言之就是负责 京城内外的安全责任 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 问题三 九门提督是多大的官 听到九门提督的名字就知道 一个小官肯定不会用这么响亮的名字 九门提督绝对是清朝的要官要职 因为涉及皇帝的安危 可以不夸张地说 皇帝把身家性命都交到了九门提督身上 由此可见九门提督的权力绝非等贤 在开始设立时为正二品 后升为一品官员 就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 九门提督统领有三万人左右 且部队都是最精干的勇士 担任该职的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八复巡抚 八复巡抚这个官职比较特别 在很多影视小说里 我们都能看到皇帝封某位大臣为八复巡抚 去巡查各个省 那么八复巡抚到底是一个什么官呢 问题一 巡抚的由来 巡抚以巡行天下 父君安民而得名 巡抚早在北周和唐初 都有官员到各地巡抚之事 但是只是一个临时的差事 巡抚并没有成为官名 到了明清时期巡抚这一官职才逐渐成形 红武二十四年 朱元璋命太子已巡抚陕西 但那时依然属于临时差事 到了明朝的宣德五年 于谦等六人分府南北直立等处 从此各省常设巡抚建成制度 到了清朝才逐渐完善了巡抚官职 问题二 巡抚是干什么的 官职有多大 巡抚在明清之前 主要是皇上临时派遣到地方检查 或处理地方事务的钦差大臣 到了明清才逐渐开始常驻地方 到了清朝 巡抚就成了一个地方的最高官员 主管地方的君政民政 其官是从二品 巡抚就相当于今天的省长 问题三 小说中的八复巡抚在历史上存在吗 八复巡抚常见于影视小说 在民间百姓的心目中 是清廉有权势的大官 但是在历史上并没有八复巡抚官职 小说中所谓的八复巡抚 其实就相当于皇帝的一个御史 而且还是级别最低的那种 只是一个七品大的芝麻官 只是影视作品在借鉴御史这一官职 将其夸大改名为八复巡抚 当然如果八复巡抚 真的如同其名字一样存在 那就是八个省的省长 官职权力肯定是要高于九门提督的 但是八复巡抚只是个小御史 当然不能与九门提督比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